幫你的家長、幫你的長輩去得起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老實說靠我們在街邊去做的 公民社會的力量就是 每一個人都在他的能力發揮裡面 令到其他人看到公民社會的力量 感覺到大家對他的關懷鼓勵他 我希望那些年輕人是會幫長者去辦這個手續 因為長者叫他走到街上會有問題 這個就是我的說法 不過我有十四個字送給大家的 就是兩軍對陣容者性 殺人與草不分性 現在威權政治不停地去挑戰我們 如果我們沒有勇氣 即是連去登記做選民 或者是去投票勇氣都沒有 就是他殺我們的 殺人與草不分性 這個是講明朝一位名將 撞到五千個的倭寇在宅航那裡 他說殺人與草不分性 殺了那些人 那些日本的倭寇死了都沒有人知道 共產黨就最怕選舉 因為真是殺人與草不分性的 他在馬上說他有很多民意啊 這個長毛是甚麼甚麼甚麼 地上是甚麼甚麼甚麼 沒用的 一選完他就是殺人與草不分性 我希望大家在法民的勇敢 真是要記住的說話 兩軍對陣容者性 殺人與草不分性 我們就在補選和封雲計劃 和2020 殺人與草不分性 登記做選民 有票有得請